老花一开箱 今天给大家开到的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花 但是个头可不小 叫酒杯风铃 咱们先打开看看吧 这个箱子怎么来的时候还给断了呀 哎呦 挺可惜 看看花头有没有蛇吧 看到没 一个蓝紫色的这种 不过它现在有点皱皱巴巴的 就是因为运输途中导致的 咱们先打开看看整颗的苗形 非常的大 这一颗 价格也不算贵 咱们先打开看 价格也不贵 17块8 哎呀不到18块钱的一个价格 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多年生的啊 但是呢好多的花友 他就养了一两年就放弃了 因为 很多的这种花 过冬对于花友们来说都是一个噩梦 常规的一个腐质土 但是这个根系 常规的一个腐质土 再来种个大盆就行了 啊有点摇摇晃晃的 别给他弄死了 可能这花友在这种拿花的时候尽量小心一点 因为这个东西比较脆啊 一不小心拿断了 这个就嗝屁了啊 好了咱们接下来入土烟 那像这个花的话呢 它就比较大 咱们找到的是一个 花博士的一个9号树原盆啊 比较透气 然后这个 嗯 跟咱们日常用的那种加轮盆的一个三加轮大小差不多哈 接下来把这种粗的大颗粒给他到下面去 防止积水烂根 这种开花类的 对于肥料的消耗可多的呢 大家可以下一些底肥 你们家里面有洋粪啊 果粉啊 这些个你可以往里下啊 没有的话 也可以买一些个像奥绿 我手里面拿的呢 这个就偏贵一点 这个是花了多优质颗粒控制肥 因为这个东西肥消息更全啊 你只要抵肥 抵肥下的牢 追肥基本上就用不了多少了 避免有根系的直接接触就好哈 这个这个肥料 然后呢这盆花啊 会在咱们这条视频的一个点赞 评论分享转发里边 给大家抽 送给大家 简单电称底肚 再加一点点肥料 因为这样的话 起码今年这个就不用换盆了 我这样放的肥料也比较多 因为它开花量比较大 然后呢咱们就加土了很枯燥 但是埋的时候不要太深 埋的时候不要埋太深了 关于这种入完盆之后的一个浇水 我要跟话伍们简单的说一下 最好呢是等略干一点 等干一点的时候你再去换盆 一个呢是根系的韧性会比较强 你怎么理解呢 就像咱们吃一些个黄瓜 对吧 你像新摘下来的那个黄瓜 你要一甩 它就断了 因为那个黄瓜你要放个两下 我一说 那个妮儿黄瓜 甩不大 根系也是一个道理 所以说等略干一点 耐折腾 尤其是你们洗根换土 一些暴力操作的时候 尽量等略干一点 还有一个呢就是 你看它的盆土 如果说不干的话呢 你可以先不用着急浇水 好吧 好多的话 我就是买了花以后呢 就是到处以后人说 先浇一边浇水 我那个天呢 你不看看你家里边通风方方便便的 然后呢 咱们这个有点老是想东倒西外的 我就给它 支个竹竿来 来那啥一下 来那啥一下 就是等到时候乱倒 好吧 我稍微变一变这个劲就行了 把它装好得多 还是这种草花 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大家尽量的避免中午的一个暴晒 你看它这么焦内 你看这阳光很强 它 它瞬间脱水 你中午那个时候 你泡到水里面 它都不一定能吸上水来 你说它能不出问题吗 这是花儿梅 夏季高温的时候 咱们在盆栽的话呢 最好是能有一点的遮阳会更好 好吧 冬天的话就搬到屋里边 就是 其实像这种便宜的话呢 就是看一春天就倍儿够本啊 别考虑太多了 养花就是这样 好吧 你看你买个 买一只新鲜的一个百合 或者玫瑰都是十几块 你这个呢 又大又漂亮 好了 希望花儿梅呢 能够喜欢啊 如果说 因为花儿梅想看什么样的 开箱啊 你都可以 视频上留言 我去给大家去开箱 或者说你谁家的 你不敢买 让我去帮你踩雷 碧坑都可以 这篇关于那个 灵兰的一个 分享给了大家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嗯 老花一 两花最三一 哦 忘了评分是吧 好了 十七八块钱 凭什么飞啊 马飞 白了